改一官文化基金会 建立新港文化基金会 最近在新港斑塔 跑到的书工业组了 希望透过冲则 让大家可以看到的参征风景 加上新的技术花烈 那我们希望透过艺术家的手 把这些工业变成一座座的艺术品 它不只可以修气 可以放农民 平常农田工作的工具以外 那也可以让民众经过这里的时候 它可以休息 然后拍照 那这一次的这个艺术工业 我们为什么会选在新港的板头村 因为板头村它原本就是胶质简岩的艺术部落 那它这边有很多的艺术品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些一座座的艺术工业 可以让这个地方有更丰富的可看性 文化基金会在行政城上拥抗 今年新闻市的作品 包括乡前汽后龙作部大红细的日出而做 虹来民常常看到的餐楼 踏着出的裸亭 严寄在光临和美冠 比较特别是我们沿着五分载的这条铁道 那从北港串到板头 在沿路以前大家这条路线 是会走到嘉义师去念书的这条铁道路径 那我们透过这样一个铁道的一个串联吧 嘉义县文化基金会的作品在板头村 再结合新港文化基金会在农场这个地方 在蔡公村这个地方 那做打造了五座的一个艺术工业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带状的一个串联 那从板头到新港奉天宫的一个静香拜拜 再到蔡公村的二分之一自然农场这个地方 来做一个休闲的一个旅游的一个串接 文教基金会在行政徐家伟说 农民以前是大甘丹的工业来习联 如今也是工业主流来做好 除了让让农民有一个地方来习联 农居某的地方习联 在过六年村在建前 行政班好的波斯花会大开 欢迎民众来这收回这条 行政会是工业的乡村吉米 记者欢迎各位观彩虹宝德